大夫 不戒口行不行 把個墨 大夫 今天這個題實太可愛了 早安 指明 因為今天把個墨 我們每次都會用中醫角度去看不同的事件 今天標題有甚麼 今天標題指明自己看 就是最近阿士還未出糧 希望可以說一下這個話題 就是朋友,你有抑鬱嗎 不要笑,很認真 中醫角度如何看抑鬱 指明立刻說說好嗎 是否有個心理測驗和我們玩 皇帝內經有沒有心理測驗 你有沒有抑鬱 皇帝內經應該沒有 不過其實為何我今天想說這個話題 除了因為公司的情況之外 不要這樣 很慘 除了因為這個情況之外 其實也是早幾天 我和一班醫學界的人士 做了一個關於抑鬱症的講座 發覺其實 原來很多人可能都有這方面的需要 或者大家對於這個病 都不太清楚 所以我今天來跟大家普及一下知識 告訴大家中醫是怎樣看抑鬱症 好,來吧 來吧 放馬過來 好 其實抑鬱症很多人 如果看抑鬱症這個問題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先去 第一時間應該會找一些心理治療師 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 其實中醫 可以治療嗎 有這方面的 都可以的 其實 怎麼治療 對 其實有很多時候大家會… 剛才我是這裡 是 會說懷疑骨 就是看開一點 開心就行了 好像不行 對嗎 大家都會以為 其實是跟人的性格有關 有時候有些人會這樣 可以治療 對 精能量 對 我帶你出去玩 沒錯 喝東西沒事 不知道怎樣看 其實 如果是心理治療的角度來說 這些話語 可能會更加傷過抑鬱的人的心 真的嗎 是的 因為譬如說 那個人更差 人家比你更慘 其實這些 如果在這些病者的眼中看起來 可能會更加傷到他們的心 嗯 是的 但我首先跟大家分享一個病例 好 這個病例其實是… 也不是抑鬱症 但是一個心理病 是我師傅的一個… 其中一個病例 話說他很久以前在農村裡 工作作為醫生 是 有一天有一個女生 他就… 因為收到通知 通知就是 他入選了國家的空軍 應該很開心 所以他當時就一直踩單車 然後就很開心地 就打算回家 然後一直回到家 都笑到沒有停過 對 笑到沒有停過 好自我 這個是不是我的病例 對不起 你也要說尾 智明 你這樣停 很難受 你那個鬥點 對 繼續 不好意思 笑到沒有停過 笑到沒有停過 家人就發覺不對勁了 於是立即請我的老師 當年 即是二、三十年前 就去看她 我老師去看她的時候 然後這個女生已經兩、三天 沒有來過大便 但是那個人 還在那裡 好像慢慢在那裡 傻笑著 沒有大便會笑 對 這樣嗎 其實我也是這樣 她一直不停地笑 之後 然後過幾天 我的老師再來看她的時候 她是這樣的狀況 然後再看一看她面色的時候 面色 我們中醫是這樣形容 即是形容她是面色黎黑 這個例子 如果你塗字典的話 是解黑女透黃 有沒有人聽過 黑女透黃 白女透黃 我們聽得多 黑女透黃 即是說到她的面色 黑得很均勻 是 蠟蠟的 對 即是好像大便的 對 對 差不多 對 差不多 當時我的老師 就開了一個方 把她幾天都沒有 摸過的大便 就卸了出來 因為我們覺得就是 她摸在大便裡面的一些不好的熱 一些的火 導致她這個病症 所以 摸出來之後 果然這個女生 精神就變得正常了 這樣 你過馬路才說 對 很害怕 很擔心你的人身安全 過了 其實我有個問題想問 剛才你說的 我覺得好像完全無故 因為跟大少爺有甚麼關係 你過馬路了嗎 她的意思是 可能在中醫角度 是否抑鬱 其實就是 靠樣子看的時候 病症 就是臉色迷黑 會不會 是否這樣解釋 其實望聞問 有時你臉色看到 已經可以知道 就是那個人究竟 是否有甚麼情況 而中醫覺得抑鬱就是 臉色會迷黑 沒錯 因為其實 在我們中醫的角度來說 我們說 之外而傳來 即是由外面 可以看到 裡面發生甚麼問題 對於這個女生來說 我們看到的是 原來我們作為中醫 每一個心理病 不同的心理病 都有她內在的肌理 譬如這個女生來說 她是因為 裡面的熱 屈住了 所以我們把她的熱 射出來 心理病自然就好了 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中醫能不能治療 這些心理病 如果你了解她內在的肌理 是有可能的 這樣 其實你說抑鬱 可能在中醫的角度來說 是否抑鬱也會影響到 身體有狀況出來 但剛剛那個大便的角色 其實是屬於甚麼 是否排出來便沒事 還是仍然有手尾要跟 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精神 或者心理上的病 除了是 我們中醫的角度來說 除了是 我們本身五臟六腑 陰陽不是很平衡之外 其實她本身有些人 是有先天遺傳 有不同影響的因度 即是 所以其實我們 在這個病的時候 我想我們主要 其實首先 要醫師準確地辯證 是 要知道她的病因 病的基礎是如何 第二 其實很重要的 也是要有適當的治療方法 第三 其實病人的配合也很重要 好像這個病例 那個病人 其實最後 我的老師 因為去了其他農村 去做醫生 所以這個女生 就沒有跟進 結果三年後 再回來 這個女生 又入了精神病 已經沒有救了 真的很多人害怕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聽到 在中醫的角度 會否說 抑鬱和肝 也會有些關係 因為很多時候 都會跟體質 又或者五臟六腑 都會有些關係 哪裡虛弱呢 是有關係的 是有關係的 在中醫來說 其實我們並沒有抑鬱症這個名字 但是我們是有鬱症這個名詞 是的 即是說的是一些 由於身體的氣不舒暢 而導致到一些身體的毛病 的總稱 我們稱為鬱病或者鬱症 明白 其實如果從中醫的角度來說 其實有時在說 身體的狀況會影響到心理 又或者心理的狀況會影響到 其實兩樣東西是不能分開 是分不開 沒錯 就不只是從心理的角度 去醫治病症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沒有一些開心的東西 可以介紹給我們 預防的 可以的 其實首先 如果大家覺得情緒 即是說 情況比較樂觀一點的時候 其實可以喝一些玫瑰花茶 是的 很簡單 玫瑰花茶 玫瑰花茶 即是可以令自己開心 因為玫瑰花茶有 行氣活血的作用 另外就是合歡花茶 是 都可以的 好了 最後一樣就是 就是靈聽者 即是有一個好的靈聽者 也是好的 是 好了 在這裏要感謝紫命 今天為我們介紹了 如果有輕微的抑威的話 可以喝一下花茶